李显龙总理今天走访了位于榜额的阿伊斯拉回教堂 并参观了回教堂的设施 阿伊斯拉回教堂坐落在以年轻居民站多数的榜额 去年6月正式开放 这里可容纳多达4000人 回教堂也提供导览服务以及共享设施如屋顶花园 总理在主管回教事务的通讯及新闻部长杨国博士的陪同下 参观了这座回教堂 并且同包括客工在内的资源工作者交流 总理过后也同出席者一起享用结束一天摘介后的晚餐